哈喽大家好,我是樂樂小姐Melody 這一集我們要體驗中國的高鐵從武漢做到十三朝古都洛陽 喜歡看古裝劇的朋友們,真的真的千萬不要錯過這一集 從龍門石窟到白馬寺到洛義古城 整個城市都是穿古裝的小姐姐們 想知道在洛陽怎麼吃、怎麼玩、怎麼樣變磚就繼續看下去喔 那在正式開始之前,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跟IG,每個訂閱都是對我非常大的鼓勵喔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趕快正式進入主題吧 現在來到武漢高鐵站,來第一次乘坐高鐵 他這邊進的高鐵站跟那種坐飛機一樣也要過安間 而且還蠻嚴重的 對,每一個高鐵站都要過安間 連坐地鐵都要過安間 對,因為他們很怕有很多東西 那他的高鐵站真的跟氣場一樣超多的 時速300公里就要3個小時 若是自己開車的話就將近要6個小時 現在已經坐武漢的高鐵啦 現在的高鐵在台灣都一樣 台湾是5票,我們就可以隨時進去 這裡是要... 裡面的車,吃蛋糕 這邊幫你領著喔 它是... 這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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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能坐... 人家... 人家... 還有這個餅乾沙芝麻 還有這個什麼... 雪衣... 雪衣豆腐 應該是豆干嘛 還有嗎? 沒有了 還有這三樣小時 還有一瓶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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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抵達... 中間了 現在是把我的... 那個... 就要在洗衣服上 帶大家看看這個地方 在洛陽有非常多古裝的曾經式演出可以看 我們一出車站參加第一個行程 循跡洛神父 就給經驗到了 又是一個沒有座位 全程都要邊走邊看的演出 所以我們這次在洛陽這四天的行程 我們只有今天搶得到循跡洛神父的票 所以不是你想來救我票 不是 就是你一定要搶 然後因為它是我上網科普了一下 就是人家都說 來洛陽一定要看循跡洛神父 聽說比應天門的那個唐工業宴好 我應天門我就已經很想去耶 我們來到這個第一個空間 它就是有很多很多投影在這邊投 然後還有很漂亮的真人小姐姐 這是古代洛陽的動畫版 很美耶 有勝利其境的感覺 它這下面真的有水耶 有水的支線 它中間有一個竹子 又是潮大湯 便要被偶使用 那邊隨便 有水的點 是 有水 對 不知道 那邊 就是 就 就 我实在无法用影片完整的表达出这张秀到底有多好看 一场表演可以把洛阳从神话时代到现在的疫情过后完美的刻画出来 一场表演可以让我们观众真真实实的认识这十三朝古都完整的洛阳 老子跟孔子 李白 李白 那会是李白 肚腐 那李白呢 李白是这个 我们现在看完寻姬洛阳父了 神父 觉得这个行程排第一个非常好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离历史课本太久了 我们都已经忘记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我们就是先来这边很深历其境的去看着他透过现代结合历史 还有一些灯光效果完成了一个很棒很棒的表演 孔子老子就在你眼前 我们现在来到可以吃饭的博物馆 来点我们的公菜 好期待等一下伍则天吃什么我们就要吃什么 我们又点一个水席 我们点了一个山药汁 水席其实它是有点像汤 就是 蛮好喝的 它就是果汁 果汁 就是它的果换成了蔬果的蔬菜 像玉米汁 红枣 山药米汁 什么健康养生的配方都可以打成这样 这个水席 我们这个水席 它有胡椒打底 所以一颗下去浓浓的都是胡椒味 但是是好喝的 蛮趋寒的 因为这边比较嫩 喝完整个身体都暖的 我们现在要去龙门石窟了 它是中国现在好像是最大的石窟区 这是原本的石头 然后他们龙门石窟就是这样挖一个洞一洞 里面又在雕峰巷 太厉害了 这尊是比叶的大佛 你看这些石壁啊石洞啊 如果当时的人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跟力量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找得出这么精美 然后这么精细的一个偶像 那时候在反佛屋的时候很多佛像都被挖走 文革的时候很多 以前每个洞每个洞里面都有 现在有些都被挖光光了 我们难得看到一尊稍微完整一点的 可是其实他的手也被砍掉了 他头还在 但是手就没了 你看他们这边 那个时候这破坏的很严重耶 看完龙门石窟我觉得好赞叹喔 你可以想象他那时候在磕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真的不输给金字塔耶 金字塔是因为要运比较困难 可是我觉得这里石头那么硬要磕也真的很不容易 那其实他在全盛时期的时候 有高达11万尊的缝像在龙门石窟 但是因为后来啊 记得有个朝代他也是非常仿缝缩的 从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经过很多历史 因为其实偷窃破坏他也是历史的一种 对所以延伸到我们现在 刚刚就看蛮多佛像的头啊手啊都被破坏的确真的是有一点点可惜 但这就是历史的痕迹 但我们看过这个地方最繁荣的时候 也最衰败的时候 所以如果说未来我们有什么文化艺术的话 拜托大家不要去破坏他 把我们好的东西留给未来的人可以去看他 我们现在来到古墓博物馆 来参观人家的坟墓 对啊我们是在看历史的 这里任何的景区都可以请导览 那我们在这边本来一个人要80元 但是他这边是可以拼团请导览的 10个人之内80分钟走150 我们拼到6个人 等于说导览只要25块钱 对他 我们现在是真的来到真的墓 他们把他挖出来之后 然后再把他远峰打造 而且以前的人以前的人不高耶你看 以前的人不高 我以前也算他们的6尺男儿 7尺男儿 哇很特别 他这边 他这边一般导览之外他也有真的很多墓穴可以看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墓室 因为像历史的动荡其实很多墓都已经被倒的差不多了 可是这个墓算是保留的还蛮完整的 你看他旁边的堂山彩的一些陪葬品都还在 这并画怎么都可以都看了呀 11时间这个是要排队20到30分钟才能进来 我们现在要去看真的锦铃 他他你不讲你以为他只是一个小山丘而已 我们刚看的都是从里面挖出来的东西 可是我们现在要去参观他真的陵墓 好惊人啊 这个墓穴博物馆很值得一来 他好像说什么笑笑什么地的 他的儿子 那他的陵墓 他就是有一个长长的陵道 一直往下通 这个是原址哦 那其实他这个陵墓啊 在盖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豪华的 可是因为经历了太多太多朝代 以前的人啊他们只要没钱要打仗需要钱 没钱他就会来挖墓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他都已经是有 一点点小小的被破坏掉了 但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历史啊 至少我们可以见证过他绘画 那你回没有 嗯 我没想过 对 我们 对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一进来就是两尊手铃园 他说他是哼哈二将 他就是哼哼哼 然后这个就是哈哈 对吧 别人的桑桑制度呢 我 然后他刚刚说 因为以前在盗墓的时候可能要从里面拖 执钱的东西进来 所以像这一块就是被破坏掉 他原本是这样很平整很漂亮的 但是这一块就是可能在盗墓的时候不小心被破坏掉 对吧 我们再进来看看 那这时光是后来才做的 因为当初的时光其实都已经被拆解 那听说他说那时候时光拆掉的时候里面的骨头就是散落一地 连一个人形都拼不出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古代帝王真正的灵母 通常我觉得你要盖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在地上挖很深很深 然后你还要在漆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很多陪葬品 真的是有钱人家 那这个就是很传统有开放的帝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帝宫 对啊 那他说他当初是从上面开始到的 就是上面他可能从上面先打一个洞 他反而不是门口发现 他是上面打一个洞 所以有一点点修复的痕迹 然后可能往 你们看那个类似像古墓奇兵 垂掉下来 我们现在要来砖造 因为来到洛阳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变砖 那我们可以在现代也活在洛阳中 那我们今天选的这间是高官旅牌 他除了可以租衣服之外 他也可以跟拍 他这个都很漂亮 而且香香的 他这边还有小姐姐可以帮忙细腻 因为他的衣服太复杂了 我们自己也不会穿 这套好看吗 他这边可以试两套穿一套 那因为现在很冷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 有这个厚厚绵绵的感觉 我们现在变好装了 穿古庄的人开车 太好笑了 法式太高了 你再拿进不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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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法式太高了啦 我帮你我帮你 可以吗可以吗 你头要歪歪的哦 好手走开 穿古庄搭现代轿车 我们这身装帮应该比较适合坐马车吧 今天来到这个高官旅牌的这一个变装店 他就是一个化妆师从你换衣服到你的装法 就是会有人一对一的帮你都弄到好 就有点像是以前古代的贵妃娘娘 旁边会有个小丫鬟 把你全部都弄到好 那很多人一定会想说 妖怪我弄成这样子走在街上好可怕 我跟你讲 在洛阳这个城市里面 你就是会分不清楚 你在现代还是在古代 因为他们这边的变装太流行了 每一个来到洛阳旅游的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会很喜欢把自己弄成古代的样子 然后去走景点 那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说你真的要变装的话 因为他就是算一整天的钱 我们就可以一早你第一个行程 等他开门 你就赶快直接跟他预约开门的时间来变装 然后这样子走 从早走到晚 然后可以去洛阳的各大景点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们现在来到洛邑古城 然后刚刚去变完装 我觉得我妈特像黑山老妖 然后我姐拍照的姿势真的是很经典 你有看过一个公主腿张那么开的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洛邑古城 然后中间后面那个柱子 刚刚听到某个导游说是古迹 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了 从明朝到现在 bum 好 小 Gut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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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